哈囉大家好 我是哲笑 那我今天呢 要來介紹這個 23色的Oversize肩帽T 它裡面的材質是內刷毛 而且它整件都是 臭口是螺紋的設計 那它穿起來不太會鬆 你可以這樣反折 拉起來 看起來還是還不錯 那再來是它的抽繩設計 抽繩你的帽子的大小可以調整 因為它的帽子其實是非常加大款的 它可以把你整個頭 頭部都可以遮起來 那你天氣冷的時候呢 其實它也可以很擋風 那接下來我就介紹大家 這23色有哪幾個顏色囉 那這件呢 是寶藍色 它是金顏潮流的代表顏色之一 那它穿起來呢 就是會看起來很活潑很有活力喔 好 這件呢 是杖青色 那我覺得它是一個比較我們輕派的一種顏色 可以搭配像這種西裝材質的褲子 看起來的話 就會蠻休閒 但是蠻有質感的 我覺得 這件呢 是Tiffany綠 那是所有女生最愛的顏色之一 但我覺得男生也可以不用去 怕說嘗試這種太亮色系的衣服 其實你搭一件像這樣子的牛仔破褲 看起來是很帥 很有活力喔 這件是擠粉色 我自己覺得呢 它這個顏色很特別 是很少見的 那男女生穿起來的人 我覺得都可以很可愛 如果你不喜歡在秋冬的搭配上 看起來太實際成人的話 可以嘗試這種今年很流行的粉色系 這件呢 是韓國灰 你光聽名字就知道 它是非常韓系的顏色 所以呢 喜歡韓流風的 歐爸 歐膩們 你可以試試看這個顏色喔 這件呢 是麻白色 我覺得呢 它有點日系的感覺 所以在裡面搭了一個 牛仔襯衫 那下白露出一點點 看起來就是會有那種多層次的感覺 這件是灰藍色 那如果你覺得水藍色太可愛 那寶藍色又太飽和 太鮮豔的話 灰藍色是你很好的選擇喔 這件呢 是深末綠色 我自己覺得它很有英國的學院風的感覺 一直讓我聯想到哈利伯特不知道為什麼 所以呢 如果喜歡水藍風的大家呢 可以選擇這件喔 這件呢 就是粉紅色 我覺得它這件很適合 男生女生一起穿在一起當情侶裝 可以給你重溫初戀粉色系的感覺喔 這件是芥末黃 也是我所有顏色裡面最喜歡的顏色之一 我覺得當你穿這件在路上 絕對會有非常多的回頭率喔 這件呢 是暗紅色 它跟一般的紅色不太一樣 它是比較屬於酒紅色的 所以你穿起來的話 會看起來比較成熟穩重一點 白色 它是最經典 最安全 最百搭 最萬搭的顏色 也是我衣櫃裡面呢 上衣顏色 白色是最多的 所以這件 絕對是你們的必備款 深麻藍 它是粉色系裡面呢 看起來比較穩重的顏色 你可以搭一個像這樣子的 雪花褲 看起來會很有型喔 黑色 也是經典必備款之一 那如果你是喜歡暗黑風格的話 這件一定是必備 你可以搭這樣子的黑褲 有一些特別的造型 或是一些綁帶 然後戴上帽子 如果你是有全身黑控的話 這件 穿起來 非常的帥喔 這件呢是草綠色 它是屬於比較粉色系的綠色 不太一樣喔 這件是駝色 那也是秋冬必備的大地色之一 因為呢 它看起來呢 給人家有種很暖和的感覺 穿起來也很舒服喔 再杯咖啡嗎 蘋果綠 很俏皮可愛喔 這件呢是淺灰色 我覺得呢 你可以在外面搭一件 Oversize的油仔外套 看起來會很美式喔 這件是 如果你走在路上的話 絕對不會有人給你撞色喔 水藍色 你可以搭配這樣子的運動褲 看起來呢 就可以有很居家慵懶的感覺喔 橘色 是今年最夯的潮流色 從週當好到Justin Bieber 都很喜歡橘色 如果你想要成為一個潮流icon的話 橘色絕對是必備喔 而且你可以搭配這種 運動褲 看起來就會很街頭 中間一定要拿一杯可可 可可色 也絕對是你要帶回家的喔 23色 Oversize 落肩帽提 讓你整個秋冬穿當 布NG